分析师,今天我们有Stay Antis的首席财务官Natalie Knight与我们一起 Natalie,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 我期待与你分享这45分钟 让我直接进入问答环节 我们已经进入第三季度两个月了 你在今年上半年指出了一些你认为关键的具体举措 你正在努力实现自己设定的相当高要求的财务目标 面对着颇具挑战性的背景 那么,你能告诉我们关于下半年的进展情况吗? CFO 让我从行业开始说起,然后再谈谈Stay Antis的情况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了三个关键趋势 第一是市场预测略有下调 年初时,预期全球增长为1%到2% 如果我们现在看,略微进入负增长区域 可能是负1%到2% 在北美,我们最大的利润中心也是略微微负 第二,我们看到库存普遍较高 这主要是在美国 你看到,前六大汽车制造商的经销商库存 在八月底上升了约32% 这肯定是我们今年剩余时间定价风险的一个因素 当然,另一个大话题是我们看到的利润率 在整个行业都在大幅波动 特别是对于像我们这样一直处于利润率排名靠前的公司 如果看我们公司的情况 我们的重点实际上一直是如何降低库存 改善北美的执行问题 当我看欧洲时 我们上半年在库存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实际上降低了库存的公司之一 我们达到的水平是不错的 我们将努力保持这个水平 这仍然需要仔细较准并真正关注今年剩余时间的生产 美国却是一个在年中 我们的库存略高于43万辆的地方 销售天数约为94天 相比之下 欧洲在63天左右的范围内 所以 我们设定的第一个目标是 到2025年初将库存减少10万辆 我认为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我们在7月和8月减少了4万辆 我们将继续在9月和全年看到减少 显然 这是一件需要做很多工作的事情 它可能会有点零碎和笨拙 就如何达到那里以及季节性而言 8月是一个大月份 9月是一个较小的月份 等等 但这些都是我们对进展感到满意的事情 只是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重点真的是能够有我们需要的纪律 因为定价在上半年对我们来说是适度有利的 我们有一些不错的截转定价帮助我们 但下半年的定价有所松动 在这个环境变得更加艰难的情况下 正确处理好库存问题 是推动我们下半年的真正原因 也是使我们的下半年充满挑战并希望令人兴奋的原因 我们谈到 目标是实现10%的经营利润率 这真的是业务的北极星 但同时也要关注如何解决库存问题 我只想非常明确地说 从我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必须做出权衡 为2025年做好准备肯定会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所以我们在美国有一些工作要做 宏观环境有点变难 然后同时 我们正在把所有这些重磅产品推向市场 这将真正帮助我们的2025年 因为我们更多地转向电动车 低排放车和其他混合动力未来 这就是让我们忙碌 但也对机会感到兴奋的原因 分析师问 这是一个超级有用的介绍 第三引擎呢 你提到了很多关于欧洲和北美的情况 第三引擎 一直是今年上半年投资组合中 相对较量的亮点之一 你观察到那里的主要趋势是什么 CFO 第三引擎 继续是我们业务中最强劲的部分 所以感谢你的提问 如果你把它分成不同的市场 在南美 我们的盈利能力有所提高 它也是我们在全球市场份额最高的地方 23% 我们在巴西 阿根廷 乌拉圭和智利 这些最大最重要的市场占主导地位 那是一个全靠本地化的市场 我们的巨大优势是在那个市场 人们认识菲亚特50年了 认识我们其他品牌更长时间 我们不仅有这个优势 而且我们现在刚开始 将我们Stylontis平台的第一批产品带到市场 我们在亚洲开发的智能汽车 现在已经来到欧洲 它们可以到那里 还在一些小型SUV方面有合作 我们也将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产品改头换面 在欧洲开发的东西可以把它们带到当地生产 并为它找到一个新市场 这就是当我们看南美时令人兴奋的部分 当我们转向中东和非洲时 那是另一个迄今为止我们增长最多 盈利能力最高的地方 它将继续对我们来说很强劲 我们在一些核心市场有非常强的地位 我希望它能更好 土耳其是其中一个市场 今年土耳其有点困难 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它仍然需要在生产和进口方面更加开放 以便我们充分利用那里的机会 但这是一个我们认为还有很多机会的地方 无论是在南非还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市场 我们肯定是渗透不足的 我们能够以几乎中国的价格生产产品 所以非常非常有竞争力 我们最近在商用车方面取得了第一的位置 现在我们在欧洲南美中东和非洲都占据了这个位置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有很多动力的地方 当然第三引擎的另一部分是 印度亚太和中国 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小的市场 集团业务不到1% 我们再次需要为未来找到解决方案 但目前我实际上相当满意 它是足迹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分析师问 那么让我们继续谈轻型商用车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润池 新车型上半年投放欧洲市场有一些延迟 特别是那12款新货车 现在进展如何 你对目前欧洲轻型商用车市场的实力 有什么感觉 CFO 轻型商用车实际上是一个 我认为我们在时间上做得相当好的地方 我们在欧洲的电动车发布 有一些地方我们本可以更快地进入市场 主要是软件问题 显然已经解决 并且目前已经上市 在轻型商用车方面 我们实际上非常接近最初的发布日期 我会说在30天之内 当我们看欧洲的市场时 它继续是一个良好的强劲市场 这也是一个我们在电动车业务中排名第一的地方 这是一个可能比私人和乘用车领域增长更快的领域 因为对总拥有成本有如此大的关注 这是他们可以更快看到一些好处的地方 话虽如此 欧洲的一切目前都面临挑战 轻型商用车不完美 但相比其他一些领域是一个小亮点 它真的是一个 关于我们如何将新产品线推向我们的客户的问题 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直在等待更新他们的车队 分析师问 上个月 来自美国的零售销售数据实际上有些令人鼓舞 我们看到 这部品牌的同比增长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首次 RAM品牌下降15% 但仍然比前几个月有所改善 同时一些经销商在美国公开批评 Stair Auntis 你如何看待这一波和RAM品牌零售销售的发展 在解决这些品牌的关键问题方面 你们处于什么位置 CFO 我会在最后谈一下经销商的问题 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点相关但很好的问题 关于零售环境的现状 谢谢你指出积极的方面 7月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月份 希望那是最低点 现在看到了上升的趋势 8月肯定有所改善 JIP的情况是我们也注意到的 当我们看9月时 我们预计将继续看到改善 包括市场份额和库存 因为它们正在变动 我们减少10万辆库存的进程 在前两个月减少了4万辆 可能不会在年底前保持同样的速度 但我们预计会继续看到改善 你提到了JIP和RAM的区别 我也要指出 要注意我们如何平衡 一方面获得品牌最佳地位 另一方面也要为未来做好资金准备 我们显然想要尽可能保护RAM的盈利能力 这意味着你可能会看到那里的速度稍慢一些 因为当我们看各个品牌时 权衡取舍更大 但你会继续看到 每个品牌随着我们前进都有改善 正如我提到的 看到了最低点 但还没有摆脱困境 你需要继续关注我们 逐月观察 在生产方面 我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在第三季度减少超过10万辆车 我们在定价方面也有所行动 针对2025年的建议零售价 我们在这一步方面 对Compars和Grand Cherokee 提出了一些我认为重要的降价 在限量的2023年款和2024年款产品中 我们也考虑了优惠券 或现在更多面向消费者的活动 以确保我们真正让这不成为消费者进来的障碍 我们还在购买漏斗上做了大量工作 以便我们获得关于潜在客户 转化率等更准确的信息 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优化销售背后的科学 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 如我所说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如何让北美 在2025年处于更好更健康的位置 我们会做必要的事情 来确保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关于你提出的经销商问题 当时代艰难时 到处都会有摩擦 整个行业像电动车 混合动力 插电式混合动力等方向 进行系统性变革 同时 我们自己也面临一些 需要纠正的执行问题 这意味着 如果我们想以良好的方式前进 我们都必须共同努力 你选择了经销商的问题 我假设 你也可以问供应商或工会的问题 我们正在努力 为所有利益相关者 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以找到最佳的前进道路 谈到经销商 人们经常问我 经销商想要什么 这其实很简单 他们想要更低的库存 和更高的盈利能力 我认为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在这方面 采取了非常大的步骤 我们致力于做必要的事情 不仅让经销商们 处于更好的财务状况 更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的业务 我们的员工和所有事情 随着我们向前发展 分析师问 定价问题 可能是目前行业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零售销售增长的缺乏 清楚地表明 汽车变得负担不起 我想 大多数公司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当你们考虑定价时 在未来几个月里 你们打算进行多少定价调整 或战术性调整 多少又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来抵消 是否存在结构性过高因素 你们必须做出选择 是否愿意无限期地接受较低的销量水平 CFO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会以稍微不同的方式看待它 我会这样矿定 我认为有一个短期问题 主要是由北美的运营驱动的 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最好的弥合差距 以达到更健康的水平 这就是做所有我提到的那些策略 无论是生产定价 还是购买漏斗 在所有这些方面更聪明 你在过去几个月看到的是 这种关注 不仅仅是一次性地减少多少生产 而是试图更好的平衡供需 如果我们看到某个车型 没有必要的需求 我们不会犹豫 在某个时候关闭工厂一两周 以确保我们真正按需生产 而不是创造可能会造成 更多问题的东西 这是我们在做法上的一个新变化 当你看长期时 关于我们认为车辆定价需要什么 以及定价和销量之间的权衡 我们认为我们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我们有很多尚未上市的产品 这些产品将解决许多这些重要问题 我们有多能源平台 我们将从20个平台减少到5个平台 覆盖90%的产品 我们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设计 60%的产品将节省60%的成本 和20%的时间 然后有更实惠的产品系列 当我们看电动车时 我们到今年年底 在欧洲将有四款低于25000欧元的车型 我们将有零跑电动车 那里有两款在价格方面 也非常有竞争力的车型 我们在续航里程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我们在C级细分市场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产品 有七款新产品 所以从长期来看 我认为我们也处于很好的位置 然后还有中期 也就是说 在度过今年年底之后 接下来的一两年会是什么样子 我认为这将有许多因素驱动 对我来说 最难预测的 是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 会做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起点都不同 每个人在电动车组合 电动车与内燃机车的组合 以及这些车辆的盈利能力方面 都面临不同的挑战 我们处于一个相当幸运的位置 当2025年所有电动车 要求开始变得更严格时 我们的组合相当不错 我们有很好的东西 向我们的方向发展 我们有这一套新产品即将推出 但我不知道 我们的竞争对手需要做什么 如果他们开始做一些 更激进的事情 它确实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 如果我看今年的英国 它可能有点预示了 我们在未来一年 将在欧洲其他地方看到的情况 那是一个 我们有信心到年底 能够达到零排放车辆目标的地方 我们有信心 将以合理的盈利能力做到这一点 我希望能有更高的盈利能力吗 总是 但因为我们必须 权衡定价方面的情况 但这是我们能够在成本基础上 做很多事情的地方 我们能够在商业报价方面 非常有创意 考虑如何获得适合观众的东西 对我们的业务来说 可能需要大约六个月的时间 来调整在那个市场获胜的秘诀是什么 这可能是未来在欧洲所有主要市场 随后在美国都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不同的品牌 在这方面处于不同的位置 而且我们在竞争方面的空白也不同 分析师问 从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 你们今年的数字 受到了一些一次性因素的影响 在北美推出新平台时 出现了一些成本超值 研发支出更高 因为你们正在加速这些新平台的开发 从更稳定的基础来看 根据你们对未来一两年 成本基础可能会如何发展的了解 你们的两位数利润率目标 有多少定价下行空间 CFO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如果我们是看2030年 这100%是我们的计划 我们会达到 我们有每年的产品成本目标 打算基本上能够以 超过我们电动车收入 百分比增长的速度降低成本 如果你看接下来的两年 这可能不会是完美匹配的情况 我们预计会有一些稀释 我们必须通过削减成本 来非常努力地对抗 我们正在这样做 正如你所说 你会看到研发资本支出 并购活动更正常化的水平 我们在成本削减的 大驱动因素方面做了很多 其中之一将来自那些多能源平台 我预计随着我们从20个平台 减少到5个 并在这些平台上 有约60%的共同产品组建 这将带来数十亿的节省 另一个大的 我们还没有提到的是 原材料供应方面 我们正在努力到2028年 让80%的供应 来自最具成本效益的国家 可以通过这样做 而获得低两位数 但仍是两位数的价格降低 这占汽车价格的80% 这也非常实质性 所以 虽然你会一直听到 Stantis在人员方面做什么 在其他成本节省方面 能做什么 但对我们来说 真正的两大驱动力 将是这些平台和原材料的节省 分析师问 你今年不得不承担的 更高的研发支出 有具体的数字吗 有多少成本 在今年影响了你的损益表 明年就会消失 CFO 我脑子里有一个不错的数字 我会把这个 留到下一季度 或全年业绩发布时 但 它肯定是相当可观的 你可以想象 仅从我说过的研发成本来看 我们能够在半年内 减少10亿美元 这个数字 肯定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分析师问 与此相关的是 你们在推出新平台时 遇到了一些挑战 你们现在 在这个过程中 处于什么位置 你们已经找到了 克服这些挑战的方法吗 你们的生产运行 是否已经按预期达到速度了 还是仍然存在一些 更多的挑战 CFO 我认为 情况已经大大改善 我们今年有20款新产品上市 这比我们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也许我们在时间表上 有点雄心勃勃 想要按时全部推出 一旦你有一个放缓 这意味着 你向前移动的节奏 会有点偏离 我认为 非常重要的是 可能是从赚钱角度来看 最大的两个已经上市 即标志3008 5008和EC3 这是标志品牌的突破性产品 现在已经上市 我们大多数产品出现的问题 主要是软件性质的 这意味着对上市的时间影响并不大 但它需要调整直到你做对为止 这样 你就不会最终处于一个 像我们一个同行 不得不召回产品的情况 电动车中许多事情更简单 但这是更复杂的部分之一 所以 总的来说 我们的几款产品有一点滞后 但我确实感觉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比上半年好得多的位置 当时你看到一些东西 要么滑到下一季度 要么滑到下半年 分析师问 如果我们考虑新车型节奏 或新车型对销售的贡献 在资本市场日 你强调说 上半年可能是5%到10% 预期是在下半年 会达到15%到20% 你们仍然在轨道上吗 还是你认为 它可能会稍微推迟到明年上半年 CFO 我对这个数字感觉 其实相当不错 我们可能会偏离 2%或3%或类似的数字吗 可能会 但我认为 方向上 这正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分析师问 你几分钟前提到了召回 他们开始在整个行业层面上成为一个话题 我猜 这与传统汽车制造商 试图更快地将电动车推向市场 正在缩短开发时间 试图保持市场份额有关 我不是在指责 我认为这是一个行业问题 但对Stylantis来说 最近有公告说 大约150万辆RAM卡车被召回 看起来 他们是相对较小的召回 但只是想了解一下 这是否会成为你们今年的一个重大成本 更广泛地说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也看到 经营利润以下的成本显着增加 也许你能给我们说一下 现在在这方面处于什么位置 这些成本是否预计会从这里下降 或在更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 CFO 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 首先是RAM 这是一个ABS配置不匹配的问题 你说得对 大约是140万辆车 只是需要一个非常简单的软件更新 不需要更换零件 不需要任何东西 所以 这不会成为一个大开支的东西 召回 保修 质量在这个行业中始终至关重要 对我们来说始终非常重要 在欧洲方面 我们可能看到更多 关于高田安全气囊的讨论 这显然是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记题的东西 现在 我们只是在确保 我们真的让人们获得最好的服务 你问的另一个问题是 关于非经常性项目下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看上半年 我们那里有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我会说 它异常的高 这一方面与较小的 3亿到4亿美元的 马沙拉蒂平台注销有关 更大的部分是在欧洲的重组 这一直在继续 如果我们展望未来 我不认为我们在下半年会看到任何类似的数字 但我认为 如果你看接下来几年 你会继续看到业务中进行重组 我认为 我们比大多数同行更积极 我们需要这样做 因为将两家公司合并在一起 随着我们向前发展 将继续有一些地方 你会问 我们是否有正确的产能 我们是否有正确的设置 我不想在今年下半年指出 任何你需要担心的大数字 但我确实认为 这是一个你应该继续为我们建模的领域 未来可能也适用于我们的同行们 分析师问 大众汽车在二氧化碳目标方面落后最多 现在有游说倡议 是由欧洲汽车协会发起的 可能会稍微缓解这些目标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你已经正确地指出 你们公司处于一个舒适的位置 所以你会赞成还是反对 你认为政策改变的可能性大吗 CFO 我认为什么都不会改变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因为我觉得欧盟在他们想做的事情上 已经走得很远了 现在比90天前有更多的人在倡导这个 这表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充满挑战的位置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这是非常困难的 这是政府早就要求我们准备好的 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有好的产品 我们有盈利的车型 我们已经为这场竞赛做好了准备 老实说 我们不认为 在游戏中途改变规则是公平的 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即将发生什么 时间表示什么 归根结底 这是一个你想要更快地承受痛苦 还是在更长的时间内承受同样痛苦的问题 因为无论你是否有这个 或者你有某种形式的缓和的零排放车辆目标 在电动车方面仍然会非常具有挑战性 正如我所说 我们已经做了所有的工作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想全速前进 观众的问题 关于你们的价值优先于数量的战略 我认为 你们是发明这个口号的汽车制造商 对吧 它是由Carlos 在2014年接手公司是发明的 你们成功地执行了这个战略近十年 公司现在有2030计划 目标是使收入翻倍 这似乎有一些矛盾 因为价值优先于数量的策略 很难使收入翻倍 长期来看 你们优先考虑的是什么 数量和价值 价格之间的权衡是什么 CFO 我们的信念是 从长远来看 你可以两者兼得 在短期内 需要做出一些权衡 如果我们必须做出权衡 我们会选择价值优先于数量 我们正生活在非常困难的时期 将会有赢家和输家 成为赢家的 很大一部分是成为最后站着的人 这意味着 你必须有良好的利润率 你必须从现金流的角度 处于强势地位 如果你能用数量做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真正有帮助的行业 对吧 这里有很多规模经济 但可能有些地方 我们需要做出权衡 我们在过去几年里能够做到的是 真正进入那个位置 从低端低到中等价格 在许多情况下转向高端 这给了我们能力说 我们不必在每个类别中都是第一 我们想要在定价的前四分之一 但因为我们在成本方面 做了如此艰苦的工作 它给了我们一点灵活性 可以在那个范围内移动 这让我们一方面保持价值 不会在数量上遭受巨大打击 处于我们认为 随着我们向前发展是可持续的位置 分析师问 卡罗斯暗示了并购的潜力 也许增加产量的一个机会 是行业整合 这是Styontis仍然会考虑的事情吗 现在Styontis的全球市场份额 下降到大约6%左右 你可以通过并购再次提升它 这会在你们的议程上吗 CFO 这始终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让我们这么说吧 我们可能是在这个行业中 最成功地展示了 我们知道如何在大规模上进行并购的公司 如果出现机会 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会准备好参与的领域 这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即确保我们有正确的价值主张 因为看如何获得或优化规模 要比看如何让你的定价 成本结构等达到正确水平容易得多 这是我们每天都在调整的事情 如何做得更好 追求大型多平台方法 改善我们的采购设置这一部分 允许我们在已经相当大的规模上运作 如果未来有其他机会 也可以很容易地扩大规模 我们的重点让我说得非常清楚 是如何推动我们今天拥有的业务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但我们是 而且将永远是一家公司 当有机会时 如果这是Stayuntis 可以为市场带来更好价值的事情 我们会对此持开放态度 分析师问 下一个问题是并购的反面 它与品牌组合有关 我们知道你们有很多品牌组合 有些人说可能太多了 如果你看每个品牌的单位销量 当然 从平台角度来看 你有多少品牌并不重要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什么时候要整合品牌组合 特别是在欧洲 CFO 是的 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在大胆前进战略开始时 卡罗斯说过 想给每个品牌十年时间来展现自己 然后我们再决定 那仍然感觉还很遥远 我认为拥有14个品牌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独特的卖点 相比大多数只用一个大品牌的竞争对手 当我们看商用车时 这是一个关键价值 产品几乎相同 但人们在个别市场 对一个品牌有忠诚度 他们有客户服务 所有这些东西都用于一个 真正帮助我们的品牌 当我们看使用这些大型全球平台 重新设计 你可以在不同市场之间使用 我认为有很大的机会 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没有机会在品牌内部 合理化我们的工作方式 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反馈 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 如果你看北美 我认为那是一个 我们已经很好的细分的地方 对吧 如果你想要SUV 你买JIP 如果你想要卡车 你买RAM 如果你想要小型货车 你买克莱斯勒 如果你想要肌肉车 你买到齐 在欧洲 这并不那么清晰 在那里可能有一些事情 我们需要在不同市场和不同细分市场中 更整洁地处理我们的品牌 但我认为 品牌的利用对我们来说 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增值 分析师问 当我们作为分析师团体 思考StyleAuntis的成本机会时 我在考虑 你们今年因产量较低 而遭受的固定成本吸收不足的背景 在人员裁减方面 你们一直非常强势 我在想你们在供应商方面做的事情 在想协同效应 在未来二到三年里 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 强调这些措施 去年我们在讨论协同效应时 我们谈到每年可以解锁 十亿到十五亿的潜力 这是我们当时看到的 这是否仍然是 你会坚持并强调的关键卖点 是否是公司未来一两年 股票故事背后的支撑 CFO 绝对是 甚至超过那个时间 如果你看2030年 我们应该至少有 和我们迄今为止完成的 一样多的协同效应 这肯定支持你提到的那种数字 我们从多能源平台中 获得的金额将会非常大 想象一下 你有一条生产线 它不仅仅是生产黑色 银色或白色车辆 而且你还可以生产内燃机车辆 混合动力车 电动车 你可以在全世界五条生产线上 做到这一点 这些生产线生产我们90%的产品 不会有其他人拥有任何类似的东西 对我们来说 这在协同效应潜力方面是巨大的 仅这一点就和我们迄今为止产生的一样大 然后你再加上供应商这一块 这占成本的80% 你想象一下 当你转移到最具成本效益的国家时 10%或15%的减少 这又是一个可观的数十亿美元 然后你看看所有其他的事情 这些是我们真正以继续证明我们的员工基础效率而闻名的事情 特别是在白领方面 还有 继续保持研发效率 我们想比任何同行效率高30% 这部分故事对我们来说真的很关键 如何继续从柠檬中榨出更多的枝叶 就我们的故事和我们作为企业的成功而言 分析师问 有一个关于拉丁美洲的问题 这显然是你们第三引擎的一个关键部分 但它也是一个我们开始看到 一些中国玩家获得相当大市场份额增长的地区 我知道 卡尔洛斯在资本市场日提到 那里可能会有关税 就目前情况而言 你们对此有更多的了解吗 CFO 是的 肯定会有关税 特别是阿根廷 基本上是在逐步提高 从16%开始 这个数字可能加减1% 每年提高约5% 这个数字会让进入那里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且我认为 当你从南美内部进口 和从其他地方进口时 也会有不同的数字 所以会更困难 在巴西 将会有关于本地化生产占销售比例的要求 分析师问 现金是Styontis的另一个关键卖点 正如你在上次财报电话会议中提到的 我想你列出了今年下半年现金发展的几个构建块 你对这个发展仍然感到舒服吗 在库存方面 是否有任何关键发展需要实现 才能达到那里 CFO 我认为 现金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经营利润会发生什么 这总是那里的核心指标 我们正在努力实现那个10%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不是轻而易举板上钉钉的事 无论你的假设是什么 它们都将是最大的因素 在其他营运资金因素方面 我们正在减少北美的库存 这是我们营运资金的最大部分 你会看到 我们的应付账款在年底时有所改善 你还会看到 比上半年更低的研发和资本支出 所以 我们在上半年遇到的一些逆风 在下半年会好转 然后 这只是一个 关于你对季度业务的假设是什么的问题 这将是最大的驱动因素 分析师问 关于经营利润这一点 我认为 目前分析师共识对下半年的预期 已经低于10%了 这很大程度上 与迄今为止 下半年的销量发展有关 是否有任何其他因素 可能会抵消下半年 略入于预期的销量发展 CFO 我可以给你一些积极的方面 比如 我们的第三引擎市场继续表现优于预期 我们对这个发展感到高兴 但我要说的是 对我来说 关于经营利润最重要的事情 我很抱歉在这个话题上有点重复 是我只想确保我们的业务在进入2025年时 处于最佳可能的位置 我们在欧洲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我们在库存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良好的健康水平 我们正在确保我们为电动车的大推广做好准备 我们不是在等待2025年 我们非常非常专注于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来向市场展示我们对此有多认真 当涉及到美国时 我们只需要让我们的库存处于更健康的位置 真正从一个全新的起点开始 进入2025年 分析师问 投资者最关注的 也是你们一直非常关注的股东回报 你们的目标是将股息支付比率提高到上限 甚至可能增加股息 特别是在考虑股票回购后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年剩余时间的经营利润发展 你们决定股息的方式 是否会继续根据净利润来计算 或者有可能转向使用调整后的美股收益 作为衡量标准吗 也许先从股东回报的高层次来说 我们今年计划拿出77亿美元的资本 作为股东回报 我们说 我们将瞄准股息范围的较高端 更接近30% 而在过去几年里是25% 你问我们是否会超过那个 因为显然 如果你看可能发生的盈利情况 看起来他们会比去年低 我认为 现在就对此发表评论还为时过早 不是说我们不会考虑 但是我们仍处于早期阶段 我们想看下一切如何汇合在一起 关于你如何计算的问题 它是基于净利润的 虽然我喜欢调整后的美股收益 因为这是我们正在优化的东西 但它基本上是一个绩效指标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与同行的比较 它不是我们计算股息的方式 也许最重要的是 当我们展望2025年及以后时 我们非常致力于我在投资者日所说的一切 那就是我们如何在2025年及以后 带来强劲和一致的资本回报 这包括股息和股票回购 分析师问 如果我看分析师预期 即使考虑到今年下半年经营利润可能较低 现金产生似乎仍然相当健康 Stantys的净流动性或总流动性状况 仍将高于你们在资本市场日列出的范围 那么 如果你们不改变计算股息的方式 有什么别的可能性 是否会继续以股票回购的形式表现 或者是否会考虑特别股息作为一个选项 CFO 我认为 特别股息是不太可能的选项 你可以考虑股息范围吗 是的 当然 我们仍然有股票回购作为一个机会 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 我们确实将2024年视为过渡年 这不是新常态 这意味着 当我们看资本回报时 我们肯定会想看一些 能让投资者对同样的前景有信心的东西 分析师问 很多投资者都在寻找拐点 Stantys在过去几年 一直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你们经历了艰难的2024年 你认为 投资者可以看哪些主要数据点 作为你们已经转折的明确信号 像美国和欧洲的市场份额那样简单 还是有其他你想指出的东西 CFO 我从大多数人那里听到的 甚至比这更简单 那就是 看北美的库存如何改善 如果这是关键绩效指标 那么我会说 首先看我们所说的 十万辆减少目标的进展 然后 看何时能达到 我称之为 行业正常化水平的销售天数 这可能会稍微落后一些 但肯定是我们路线上的一部分 然后我认为 随着你向前发展 这是不同因素的混合 市场份额有点像滞后指标 所以 它虽然不是无趣的 但更重要的是 那些我们想要增长的核心领域的发展 在美国 我们在中型SUV和其他 我们尚未参与一些增长类别的车型方面 仍有一些空白需要填补 在欧洲 这将非常强烈地体现在 我们在电动车领域的成功上 我认为 这绝对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 看我们如何与同行竞争 我认为 当我们做所有这些事情 然后 你继续听到 我们在真正从成本方面 做到这一点的进展时 这些将是我会关注的事情 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子级 或者 如果你想真的高层次 你就从北美库存开始 但我确实相信 所有这些 都是公司这些天非常关注的 分析师问 我对每个参与我们谈话的公司 都问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对Stelantis有买入评级 你能用几秒钟告诉我们 为什么人们现在应该买入Stelantis CFO 谢谢 这是一个结束时的好问题 因为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的业务 我们是最大的公司之一 我们有一系列 即将推出的强大产品 如果你看未来12个月 及其商业价值 我们可能是行业中最被低估的 我们今年犯了一些错误 我们已经在股价上付出了代价 所以 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相信拐点已经到来或即将到来 这是每个投资者自己的决定 我认为 这显示出 我们的股价相对于同行 应该有一个自动重新校准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正如我们所谈到的 就我们在一个相当困难的行业中 生存和繁荣的能力而言 我认为 我们有行业中最好的中长期计划之一 这种结合 就是在股价方面可以快速追赶 然后在中长期有强劲的战略定位 这让我对投资机会感到兴奋 分析师 太棒了 我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束评论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 CFO 非常感谢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